准备300克左右的花生 先用温水提前浸泡30分钟 好了这花生我们已经泡了有半个小时了 现在非常的饱满 接下来我们先给它继续给它冲洗一遍 泡过的花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变黑 在煮花生的时候最好不用铁锅来煮 铁锅有一些消气啊 那个花生容易煮黑 我们准备一个瓦包来煮 加入一个八角两片香叶 大火烧开了以后转成小火煮10分钟 好这边花生水已经开了 在煮花生的时候多放点盐 给它入一个底味 花生不容易进味哦 可以稍微把汤调的咸一点 我们把它转成最小的火 煮10分钟 我们准备一些小配菜 红萝卜 芹菜 青瓜 还有一个就是火腿 火腿呢小孩子比较爱吃 加入这个 这道菜小孩子就特别喜欢了 我们先把红萝卜的皮给它去掉 这种食材呢营养都是比较丰富的 加进去一点啊 这道菜就营养更加丰富了 取一部分红萝卜 先把它改刀切成厚片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条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小粒 切好放到篮子里面用 青瓜也先把它改刀切成厚片 里面的这个纸呢可以生吃哦 这个也不要放进去了 切好放到篮子备用 再切一点芹菜粒 切好也放到篮子里面备用 大家在切这个火腿的时候 就是外面这一层塑料先不需要去掉 我们用多少切多少 这样的话那边还有一层膜保护啊 它就不容易浪费哦 不容易坏 一样哦 先把它改刀切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粒 全部放一起 好 现在这个花生呢 已经煮了有十分钟了 现在吃起来呢 还是脆的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材料放下来烫一下 只是烫一下而已啊 把里面的八角和香叶呢 给它拿出来 好 烫一下就可以拿出来了 控好水了之后把它倒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用凉白开给它过凉 如果家里面大家有冰呢 可以放点冰水 冰水的话其他的食材会更加爽脆一些 过了两次呢 它基本上就凉透了 把它倒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里面 调味的时候加入一点鸡精 白糖 生抽多来一点 芝麻香油 再放点食用油 这一步呢大家喜欢吃辣的 可以用辣椒油来带地 最后我们再放一点香醋 也就是橙醋哦 喜欢吃酸的就多放点酸的 喜欢吃辣的就放点小米辣哦 口味呢大家去调 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呢 就放什么样的口味 我们家里面现在都不吃辣 所以我一点辣我都不会去放 非常脆 特别好吃 刚才我们在煮花生的时候放了盐 不需要放盐了盐味够了 可以装盘了 现在装盘了 这一盘可以给大人下酒 也可以给小孩当零食吃 可以说是老少切鱼啊 这种菜呢的做法简单哦 但是好吃哦 好下酒 每样都很脆 芹菜也脆 红萝卜青瓜都脆 最好呢能够放一些辣椒 但是最近呢我的身体原因呢 暂时不喝酒 不吃辣椒啊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如果大家喜欢吃辣的就放点辣椒 喜欢芝麻的就放点花椒 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就做什么样的味道 这样做出来非常好吃 大人小孩都喜欢 如果大家也喜欢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个赞再走 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